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先生 您点的餐 谢谢 请慢用 离婚这事我听你的 散伙饭你得听我的 你今天好像很奇怪 离婚协议书看了吗 看了 我们都签完了 给 你先回来 你多试一下 今天我请 请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 电话没有人接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觉得肯定是出事了 咱们 咱们直接去离婚办事处吧 走 胃口不错 好像要把这些都吃光一样 暂火饭吧 一辈子能有几次啊 以前总是怕胖不敢吃 今天我得多吃点 以后不一定什么时候 都能吃到 这话说的多奇怪 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嘛 能不能让路过去啊 我前面都堵死了 我动不了了 你干什么啊 我跑着过去啊 前面就是民政局了 这样还能快一点 你得着慢慢等着吧 别着急啊 我们离离婚还来得及 我情愫就算是离婚 也要拍表来亮的 当然 听你的 你不认识了 先生 您的账单请建策 散伙饭应该我来请 平常都是你给我花钱 这顿饭让我来买吧 谢谢 合同我看过了 删养费比我想象得多 你对我是不是太认识了 你带着两个孩子 不管怎么说 我们两个曾经是夫妻 虽然这段婚姻是个失误 但是 我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失误 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会很伤害你 我还是希望 我们两个能够好聚好散 今后如果你有什么 需要帮助的 尽快跟我说 当然 知道我离不开你 民政局也快下班了 喝完这杯茶 如果没什么事 我们就出发 好 他们根本就没有来过 你是去哪儿了呀 你还记得我姐 车上的GPS导航去 过哪儿吗 记得啊 他最后去哪儿了 是 郊州湾隧道 那不是我跟江山 出事货的地方吗 他们去那儿干嘛呀 来了 早快上茶 快 你坐啊 快接啊 闻一桌 你在哪儿呢 黄佳伟 我希望两个孩子可以平静地长大 你答应过我 不会让他们过过苦日子 我希望你可以遵守承诺 你在说什么呢 我是孩子父亲 我当然会过你 我不会照顾他们了 你放心吧 孩子也会跟着你 我不会跟你叫孩子的 但是 我一定要答应 要顺带着点孩子 不是 赢 你坐啊 你坐啊 我姐说什么了 你怎么不问问他 他在哪儿就给挂了呢 是他挂了 他说他 他说让我好好照顾孩子 什么意思 他不会想不开吧 说什么 你还不了解呢 他要是得不到的东西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他拼命得到他呀嘛 他就毁了他 毁了他 他是像个江村童谣语剑 那怎么办呀 那我们到哪儿去照顾他呀 方秘书 有方秘书 快给方秘书打电话 方秘书能找到 这样做快 我再找 什么 我怎么定位啊 我定不了位 还是报警吧 怎么了 你这么慌张干吗呀 公司山上下来 懂得我哥开会呢 他不过就想放我鸽子吧 我没时间跟你磨牙 回头再说 不是不是 你说得怎么回事吗 或是说你哥不见了 不见了 他这么大人了 还能丢了不成 你哥好像跟秦英素 在一块儿呢 可这儿打电话也没人接呀 现在秦英素的情况 很不稳定 我怕你哥有什么危险 你 你等我一下 我也去 走吧 今天我来开车吧 为什么你开车呀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好 没见到我哥不是约了你下午一起打球吗 他没出现啊 行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哎呀 宋贤也说没有见到我哥 打电话也不接 这个秦英素 到底把我哥 他要哪儿去了 我已经给交警队打了电话 他们也会帮助 留意你哥的车 走 我的手机一直响 怎么能接个电话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离婚听你的 其他的听我的 我不希望有别人打扰我吧 你現在走的路不對啊 離婚事務所在反方向啊 你還真以為我會帶你 去林法事處啊 秦英座 你到底想幹什麼啊 我送你去你該去的地方 好了 你要是不想離婚 你先送我回去 什麼時候等你想通了 你再來找我好不好 我現在已經買了錢了 我跟你說過 我們是夫妻 不是我丈夫 不是你老婆 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分開 停車 我現在要下車 我叫你停車 停車 當初是你先招惹我 是你死纏了 哪要跟我在一起 停車 我叫你停車 我當然接受了 哪個有情有事的男人 要被女人拒絕呢 江青 我當初跟你求婚也可以拒絕啊 我也沒有答應我 你答應我就應該負責任 我找的是貨值不是你 我承認我們在一起 一看這就是個錯誤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兩個不可能在一起 我知道你要找的不是我 所以你找到病人了 所以你就要甩開我 我告訴你不可能 你這大輩子吧 你冷靜一點 你冷靜一點 我可以平靜靜劍談好嗎 我手條件給我講 我保證 我可以滿足你 跟韓劍合的生活 行嗎 沒問題我不是情人 我承認你 我當初開任何是你的情人 你瘋了 可是後來 你瘋了 後來我發現我愛的是一個人 我怎麼愛你 你為什麼就不能原諒我呢 你精神有問題 你精神有問題 你趕緊看醫生 我沒有問題 我是因為我太愛你了 喂 江博 是不是找到我哥了 還沒有 我懷疑 他們有可能去了交中的隧道 我哥出車過的地方 你去哪兒啊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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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瘋了 任你不讓我 讓我們就一起去死 快點快點 快點好 好好好 非常好 趕緊 你瘋了 你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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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前面怎么回事 你快走 警察同志 我告诉你 我看见秦那批车 车费号啊 就没记清楚 我就看见那辆车啊 他就出来 他就冲出去 你让你们站在 房间事务现场呢 你好 我是车主的家属 我寄到电话就过来了 车找到了吗 别人怎么样啊 车主是自己有上岸的 对 车上的另外一个人 我们要等车打牢上来 才能看看他是否在车里 目前我们只知道什么 别过去了 车主 我现在怎么样了 他俩瞧瞧的救护车爬了 正在接受检查 一会儿我们会把他 走到医院再做全面的检查 再回 快走啊 走 快 快 你不知道什么呢 我们是家属 走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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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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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村呢 姜村呢 在车上 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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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ees 硬租 我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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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你打他骂他 姜村都回来了 你要命在 没有让我过来决定 也不是姜村 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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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不有人在這兒待著呀 你怎麼不有人在這兒待著呀 出去了呢 還沒有 專家把這兒都找遍了 所有的報紙媒體 都登了詢人啟示 但是還是沒有找到 是我 是我害死了江澤 是我害死了他 我想跟他一塊兒死 結果我們就不會分開 結果他把我堆了出來 你放心 江村肯定還活著呢 警察在車裡 也沒有找到他人 也沒有屍體 說明他還有活著 我們有希望的 他一定會找到的 你說的是真的 嗯 真的 真的 不行 是我不好 我太壞了 我怎麼能去死 我死了 我的孩子怎麼煩 我太壞了 我太壞了 你沒事了 孩子也沒事了 我孩子怎麼煩 憶人情緒還不太穩定 你認識先回吧 要死了 你怎麼回房間好不好 走 走 去房間吧啊 走 讓開我 讓開我 媽媽你放大飯了 我來弄我來弄 來來來來 行了行了 你個大男人 你怎麼會弄啊 趕緊去把孩子衣服洗了吧 好嘞 好 來嘍 餓了吧 喲小植回來了 你姐怎麼樣了 大夫說好多了 只不過 情緒有的時候 還不是很穩定 特別是踢到江村的時候 真是冤孽呀 你說這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說沒就沒了呢 別擔心 只要人沒有找到啊 就還有希望 江村看起來 不像那麼短命的人 這個 我一會兒去買隻雞 咱們給英素燉個雞湯 明天我給他送過去 我看他還挺愛喝的 只要英素愛喝呀 媽天天給他燉 黃家文 這段時間 我姐和兩個孩子 多虧你了 我以前 真是錯看你了 其實爸 這樣的日子我覺得挺安心的 照顧英素照顧孩子 對我來說就挺幸福的 放心吧 英素肯定沒事 到時候我們 就可以一家團聚了 媽就等著這一天哪 一定會有的 好 寶寶 喝奶嘍 真乖 真乖 什麼 太好了 爸 老婆 你哭什麼 爸不是就好好的嗎 爸 你總算醒了 你嚇死我了 不是 薄兒 你爸醒了是好事 應該高興才對呀 聽說 來你怎麼不進來啊 他死我了 你怎麼不進去 你將內置疑 交給大陸 你這個不進去 你什麼事 呵呵呵 Joo dai 說你的天啊 我 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 我知道這些年你受委屈了 是我的錯 我確實一直在騙 可我真的是身不由己 身不由己 當初是我爸 逼你生下我的嗎 是他逼你把我帶進江家的嗎 是他逼著你 讓你不認我的嗎 你倒是說呀 你不認真 那確實沒有理由 可是我的苦衷 沒有可是 這麼多年 每一次每一次 我問你我的媽媽是誰 她在哪兒的時候 你是怎麼回答我的 你的心到底是什麼 做得怎麼能這麼狠心 你知道 你知道你問我 這些問題的時候 和我心裡什麼滋味嗎 博爾 滿肩穿心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有的時候 都堅持不下去了 可是為了你 我必須要堅持 你是為了我嗎 你是為了你自己 你當不成江家的太太 就讓我去奪回江家的遺棄 我是你的什麼 我是你的棋子嗎 你可以說我騙你 你可以說我狠心 你可以說我不負責任 不稱之 甚至你可以不理解 你為了我所做的一切 只要記住一件事情 為了你 我連命都可以不要 所有的人責怪我 職責我我都不在乎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我告訴你 別以為你生了我 我就會原諒你 就算你給了我全世界 我都不會原諒你 對我和我哥 所做的一切 因為這麼多年 陪著我成長的人 是他不是你 沒想到你跟江村 還有這樣的原本 對不起 通常的時間 我騙了你們 沒有沒有 我來那麼大把年紀 誰是真心誰是假意 我還分得出來 至少你在當我媳婦 這段日子裡面 你讓我感覺到 你對我是 你是真心關心我 照顧我 還有 我早就 早就應該感覺到 你跟親說 你們兩個是太不一樣了 謝謝你江叔叔 江叔叔 我還是習慣聽你叫我爸 可惜不知道江村現在 人在哪兒 我剛剛說是這兒 你一行嗎 你怎麼會不一樣 都沒有旁邊 你 що 你怎麼會不一樣 你試試試看 我去到你了 你没睡啊 从白天睡的黑天 从黑天睡的白天 你这觉睡不醒啊 跟你说话呢 小伙子 还没睡醒呢 又骂我了 接着骂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说 我攒了点钱 想给孩子呢 买个进口车 你看 这说明书啊 我看不懂 是吧 你一看就是读过书的人 那阳门肯定唧哩呱啦的 说得好着呢 帮我看看吧 我不会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在海边上把你给救了 白吃白喝了一个月 让你帮个忙都不行 跟你说啊 明天跟我一块去4S店 买车 听到了吧 来 还是家里的感觉就好啊 在医院里的 这不是病人待在医院里的 都变成病人了 好 来 爸 坐 哎 虽然说医生让您出院了 嗯 但是您还得注意啊 药得按时吃 而且保持心情得平静 要我看呢 还是疗养院好 爸 嗯 现在家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 哥又不在 你要是再不回来陪我的话 我就只能去疗养院 陪你住了 嗯 好 听你的 爸不去疗养院了 就住着家 嗯 那另外还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你 想跟你商量一下啊 嗯 过几天 我会让王律师 把我明家所有的财产跟股份 我过去给你 为什么 我不要 博二 这事就听你爸的吧啊 啊 我哥现在生死未卜 你们跟我说 转移财产的事情 我不要 我要等我哥回来 对了 爸 委托叔的事情 您还是撤销吧 公司的事情 我真的扛不住 唯一最合适的继承人 就是我哥 哎 哎 博二 有些事情啊 你不懂 你 你们总是说我不懂 可是你们什么都不告诉我 还隐瞒着我 让我按照你们的路子去走 我不管 这次我肯定不听你们 你长大了啊 又自个人主见了啊 那就 那就照你的意思啊 这事缓缓地说 啊 哎 您像这台车啊 它呢是四驱的 带着遥控器启动 哦 而且您看整个这个车啊 这个呢是大航空 您看里面 哦 您看 这个驾驶室 这个宽度绝对够你 哎 对 哎 您随意活动都没有 是 您是江先生吧 您认识我 我不认识您 但您看这照片 这是您吗 江村 我叫江村 霍之 霍之 方秘书 有江村的消息了 真的啊 他在哪儿 他怎么样啊 我刚才接了个电话 听电话那头的声音 像是江村 我现在不确定 我约他下午见面了 等见了面 应该就清楚了 那我跟你一块去 好 是不是也要 告诉江叔叔一声啊 别 江家那边 我建议你暂时先保密 为什么 我听说 老爷子把所有的股份 给了江博儿 虽然江博儿不想要 但是江村老是找不到 我怕老爷子迟早会这么做 好 我明白了 就是不能让安一秋知道江村还活着 不然的话会对他有不利 防人之心不可用 况且我不知道电话那头 是不是真的江村 咱们先不跟老爷子说 免得让老爷子空翻洗一场 你知道了 那咱们俩偷偷去 也许江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呢 所以才联络着你 对 好 咱们就坐这儿吧 好 这儿很鲜艳 咱们到早了吗 没事 我想早到点 别让人家等太久了 我先点咖啡 你 服务 我来两个 给您水 谢谢 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答应我 你应该负责任 我告诉你不可能 下辈子吧 你怎么 你为什么 就不能原谅我呢 是你不让我 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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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许有人拿咱们寻开心呢 刚才我这打了几个电话 都被挂了 你把那个联络人的电话给我吧 万一有人骗咱们呢 这一个多月有多少人放假消息啊 可是我相信江村一定会回来的 哪怕没有一点点的线索 我们也不能放弃不是吗 江村有你这样的朋友 是他的幸运 有你在 我也相信他会回来的 一定会回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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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您醒醒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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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这个电话号码是我的 没错 不好意思啊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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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是 对 对 对 这人我不认识 我真的不认识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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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要找你的是个女的 说是姓霍 挺急的呢 说是在什么方舟福利院工作 你要不要去看看 我走得太着急了 我走得太着急了 没来的不照顾 我给那个姓霍打电话 可惜就让我到这儿来找 我这你疯了吧 万一是人贩子 把你骗去卖了怎么办呀 我已经到了 过不了这么多了 好 我什么事 还有营长 就是为了 两个市局 任务 您好 廷负,"您好 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没 对 对 对 他呀 那不 这两天是怎么了 来了一男一女 总是打听这个人 我找大点 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这么勾唱啊 谢谢啊 你看这个头子咋样 这么好唱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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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 你这怎么样啊 帮我洗一下 博儿 李宵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当然是来找我哥啊 你们可真行啊 背着我联系我哥啊 要不是我从方秘书那儿 威逼利用问出来的话 我现在还蒙在鼓里 那找到了吗 你来晚了 说江村离开了 不知道要去哪儿 你确定那个人 是江村吗 确定 船上人说一个月前 在外面发现江村 我江村醒来 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什么叫什么 也不记得了 就是失忆了 你是装的 我哥是真的 对之前的事情 什么都不记得了 一无所知 所以才不想相认 失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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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 是 不行 是 一 二 三 鞋子 对 朋友们 都过来 到这边来 怎么了 怎么样 你拍摊照得还不错吧 没错 我洗洗张给你 你洗干净 那我们客气什么呀 以后心情不好的时候 确实还你吧 江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您是 喂 冯院长 什么 江先生在福利院 好好好 我们现在马上就过去 喂 喂 你怎么把电话给挂了 我还没说两句呢 你急什么呀 待会儿就见到你哥了 有冯院长照顾他 跑不了的 太好了 哎 陈离 你说你开快一点 你开得太慢了 我已经够快了 最后半个小时 我立马让你接到你哥啊 冯院长 你有没有看到我哥呀 我哥他到底在不在啊 他在宿舍里吗 哎呀你们来晚了 江村刚走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不是说好人在这儿见面的吗 你让我照顾他 我就跟他聊啊 聊来聊去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告诉他了 然后他知道你跟秦英素 是双胞胎 又打听秦英素的下落 还问了江家的一些情况 然后这人 这人就不见了 你 你全都告诉他了 他非要问我 我只能告诉他了 反正啊 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 都跟他说了 这该怎么办呢 我哥又没有手机 怎么联系到他呀 别着急 他会联络我们的 啊 是我 是我害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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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错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吧 是我 是我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吧 你是秦英素 你认识我吧 你是病人家属吗 我是 你们什么关系啊 怎么之前没有见过你啊 她是秦英苏的丈夫 来 张嘴 好乖 是我的错误 是我的错误 我最后的天啊 我就觉得 是不是真的 我最后的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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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找我的人是你吧 我记下了你的电话号码 要不是陪着你看青庸座 要不是你现在坐在副驾驶上 我真不敢相信江村你会失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先把你安顿好 我什么时候可以见我的家人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现在可以相信的人 只有我 一会儿 这个会议之前 你得把这些都吃到肚子里 你说你失忆就失忆呗 怎么连智商也没了 你以前跟我说话 就这么没上没下 没打没脚的吗 你别说 就你骂我这样的 倒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来了 嗯 货枝对吗 你跟你的姐姐真的是像极了吗 你以前也这么说过 她跟我说你特别了解我 正想跟你聊聊 好 来 请坐 我们 我们不是很熟 对你不是很了解 你看你 你不是说她很了解我 我比你还了解 不是 我 我这 你说什么呢 没有 我妈让我过来看看 江村是不是平安没事 我看到了 你健康就放心了 不用追了 不是 她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 你坐吧 为什么这个防水 藏着施工 跟他们的效果图理 是不一致的 怎么来了 霍哲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 今天让你跟江村 好好聊聊 可你跟他说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我要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 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 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 我在江家分身的一切 也要瞒着他 为什么呀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 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霍哲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他的人 也不找你一个 是不是 他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他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他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子鉴定 他跟博二的 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他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子鉴定 给江叔叔 走了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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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